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局势更紧张了 烽火连天 股市也跟着连跌 林汉伟分析师要来教你 用三大指标判断多空 分别是金价 油价以及美债利率的走势 另外 板荡剑中针 烽火佳人概念股来了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锁定今天的股市和草店 股市和草店标股站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伟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遇到的是 好久不见的元宇宙王子 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林汉伟分析师 老师你好 施伟好大家好 老师你不觉得我们这整个背景 就是为了你量身打造的吗 超级有元宇宙的感觉 对啊看起来到一个什么 太空舱的感觉 对对对 好不过老师你知道吗 这有一件事情是我今天 特别就觉得感慨的 因为呢今天呢是2022年的 2月22号星期二 也是农历22号哦 这完全就是预测了 22222 今天台股就是败在 俄罗斯 真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怎么样老师要不要下个赌盘 会打还是不会打 现在看起来应该会打几率很高啦 市场都在压说俄罗斯看起来接下来就是 可能会有一些开火的一个准备 重点在于说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 不管开火跟不开火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你只要做对事情买对股票的话 不管怎么样行情变化你都有机会 老师你真的很会信心喊话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了 有哪一些呢是烽火加人概念股 真的有意外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战争发生了 但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这些烽火加人概念股呢 林汉伟老师独家带给你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主题的部分要来告诉大家 哦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呢 歹系脱棚脱垒的台股今天是大跌了200多点 关键转折不能破 关键转折是什么 汉伟老师等会告诉你 另外板荡剑中针 烽火加人概念股来了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台股的部分呢 因为呢今天呢台股呢在开盘之前就传出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势有可能变得更加紧张 所以呢美股的电子盘就先下跌了 而今天台股呢在一开盘的时候也是直接下跌 而且是啪一下就跌破了万八 今天盘中呢最多下跌了381点 而且今天什么都跌 什么都不奇怪 今天呢啊电子股尤其是全职股呢 也是大幅下跌的金融传产全都跌 昨天呢原本引领台股还撑住台股的 航运股跟钢铁股今天也下跌了 昨天航运涨了3点多% 今天航运呢直接跌了3%多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等会老师来告诉你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成交量呢 则是在3365亿增加了 而今天呢收盘收在17969点 不仅跌破了万八 同时今天也跌破了季线 好另外呢来看到是贵买指数部分 贵买呢今天同样是下跌的 贵买呢今天也是跌破了所有军选 跌幅是1.87% 成交量则是641亿略微的增加 好老师先来请教一下 我们要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 俄罗斯最新的情势 因为俄罗斯呢承认了乌东的两个共和国 是独立的 而且已经派出了军队 表示这是要来做违和的动作 同时呢俄罗斯也表示会跟这两个共和国来建立 外交关系 在此同时呢 白宫也表示要发布相关的行政命令 禁止人民在这两区来做贸易跟投资 好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情势 老师您觉得对台股会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可以看得到啊在过完年回来的那个礼拜呢 台股是东东东东都是上涨的 那时候战争还没发生 然后接下来呢一根大黑黑呢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传出有可能会打仗 台股就直接下跌了 后来美股跌 但台股几乎都还撑住甚至是回到所有均线之上 但今天跌这么多 是趁美股今天修饰吗 老师 我觉得今天典型就是所谓补跌的一个压力啦 因为之前其实台股在全流股市里面位阶算是最高的 因为不管是俄罗斯的战事或联组和的升行 你看台股现在但这个今天盘龙跌破季线 但在昨天之前是占到所有均线之上 这跟所谓的欧洲股市创四个月新低 美股部分跌破年线的关卡 俄罗斯的股市这两天跌了30% 相比起来你就会发现到台股今天跌1.38% 真的是小额科啦 俄罗斯人会不会比我们更不想打战争 如果看股市的表现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赶快希望说能够谈成和平协议啊 让股市出现比较强烈的反弹 那我想要讲的重点就在于说 今天台股的跌不是台股本身的问题 叫做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关键就要看价跟量之间的一个转折变化 什么叫价量的转折 也就是看到今天的利空的下跌 大盘是出量的 那就代表今天有人在卖股票的同时 一定有另外一边的人开始在低档开始狂接股票 所以代表这个第一个量价的关系里面 今天盘中的低点只要不被跌破的话 我觉得代表短样来看整个行情在这边 是有一点见低点的一个转折出现 那另外一个转折在哪呢 就是说你要看到大盘的季线关卡 之前在农历封关之前 行情大盘跌破季线之后 在虎年的一个变盘行情 又站回到季线关卡之上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季线还是非常重要的多空防守线 如果明天整个指数又站回到季线的话 代表说整个大盘反映这个 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个利空的因素 它就有慢慢淡化的一个迹象 所以简单去讲你观察季线 观察今天盘中的低点17840 这两个价位如果说在最近这五天之内 不被跌破的话 我觉得行情应该还是有机会 回到所谓的反弹的一个轨道 所以接下来2280市价期前这几天 很重要耶对不对 好那老师我们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的贵买也是跌破到所有均线之下 而且呢今天上市归合起来呢 下跌的加速总共有1700多家 那不用讲了电子股已经连续两天 成交比重都只有四成左右 真的是重灾区 但是其实呢电子股今天很多法人出报告 都说今年很多法人出报告说 其实都是很看好的 那现在呢等于是有点错杀或跌身了 老师手上还有股票 还来不及走的人该怎么办 或手上有资金的人该如何布局呢 对但首先来看的话整个电子股 我觉得一定是被错杀啦 因为这一波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在美股的部分也是一样 好公司坏公司跌的乱七八糟 台湾的部分台湾最好的台积人 都可以回撤到季线的关卡 那也就代表说这一波电子股的沙盘 我觉得是因为系统性 国外抛售的一个卖压的关系 但重点再来说如果今年的获利很好 那股价来到低档区 但我觉得你如果还有资金的话 可以分批进场做一个承接的动作 那你如果手上有一些股票 像中小型股这一波跌得非常的重 那你就去观察一下 只要类似这种大盘 或说类似贵买指数 低档爆出大量的一个K棒 不管是大量红K大量黑K 那个低点没破之前的话 我觉得都会有反弹的格局 你可以反弹到压力 像这一波的贵买指数 反弹到月线关卡 那就出现了一个压回 所以月线就当作一个 所谓多空的一个防守点 碰到月线没有办法站上的话 可能就短让来看 就做一个停损出场 如果站回到月线的话 就观察一下 有没有机会跟随大盘 再往基建做个挑战 老师说的好好 所以大盘看季线 贵买看月线 很重要提醒大家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三大法人 不出意外了 因为这个战争的遗云 风险逐渐的升高了 外资今天是大卖了386亿 投信则是连续16买 我们现在都靠内资 来帮我们撑盘 投信买超37亿 而另外自营商则是卖超93亿 合计总共卖超了442亿 这应该是今年以来 2022年以来最大幅的卖超了 来看到外资买卖些什么 外资买了华通 华邦店 旺宏大同 以及长荣 依旧看好的是记忆体 还有航运股 而且是航海王 卖则是卖联电 长荣行 群畅开发金跟华航 有趣喔 外资怎么会卖长荣行跟华航呢 等会来问一下老师 另外来看到投信买卖超 投信买了永丰金 人宝开发金华邦店 音业达 卖伟创 强帽 群创 还有富彩跟台表科 特别提醒大家之前呢 投信一直买超的 包含像是强帽 富彩 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喔 因为投信呢 已经是连几天卖超了 最后呢要来看到的是 老师等会要告诉你 好可爱喔 烽火佳人概念股来了 危机当中永远有转机 危机当中还是找得到赚钱的机会 我们就要看林汉伟分析师 等会带给我们独家的内幕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请上网搜寻 股市热炒店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来看到今天主题 要来告诉大家的是 反当 建中针 烽火佳人概念股来了 让大家呢 即使在乱世当中喔 依旧不要错过这一些 美丽的 秀色可参的 而且可以让你赚钱的 烽火佳人概念股 我们有请林汉伟分析师 有请老师 司会好 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的情势吧 对那先跟大家讲 最近行情真的相当混乱 这叫典型的政治盘跟消息盘 所以俄罗斯乌克兰 现在看起来好像快要打了 但接下来会不会又变成不打 我觉得没有人说的准啊 所以我们这边交给大家三招 用这三招 我觉得在行情 不管怎么震荡过程里面 你都有机会趋吉而避凶 哪三招呢 第一个当然俄乌的一个局势 目前我觉得就算连政治的专家 军事的专家都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接下来会怎么样的演变 不是普丁直接打脸 法国总理跟德国总理 他明明跟人家讲说 我不会有战争啊 我们谈判就好了 但他现在直接派兵进去 独立联合国了 那个国家独立的国家了 对所以网络上有一个梗啊 就是说有一种忍叫做阿嬷觉得你忍 有一种打叫做拜登觉得你会打 所以普丁怎么说 拜登就说你一定会打 那现在看起来普丁就说 好吧你就说我会打 我就打给你看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整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正式的局面 相当的混乱啦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这种正式的一个行情里面 你很难去判断说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所以交给大家三招 你透过一些重要的指标去判断说 到底这个战事真的打 或真的不打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战事的范围有多大 打了之后会是利空的出境呢 还是说利空会继续延续下去 今天只要看三个指标就可以了 那在操作上来看的话 我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顺势而为 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发现到 在整个盘式轮动里面 最近的主轴就在传产跟金融里面 出现一个不管是你要说 互盘的黑手啊 或说整个报价的一个上涨 都带动目前盘面上 传产跟金融应该是所谓的双主轴 那当中的股票 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些报价涨价的股票 在现在来看的话 都是所谓的受惠的一个族群 那避开逆色的股票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最近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股票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跌的比大盘来的更重 就是因为法人筹码在松动当中 加上说如果说 技术现行出现一些爆量长黑 而且没有办法越过那个长黑高点的话 可能就要先做一些避开的动作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样去判断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局势 我们想说目前来看的话 俄罗斯跟美国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盘装 我不要讲那么多 我想说重点 拜登的部分会不会持续对俄罗斯制裁 我相信一定是会的 他也不会相信说 俄罗斯就算真的退兵了 他还是会持续说 俄罗斯随时都要打乌克兰 我觉得这种歹系脱缝会一直脱下去 只要看到拜登的民调没有回升之前 我觉得拜登就会持续去需要 普丁来当他的最佳的这个对手 外附敌人对手 外附敌人 因为你看到这张图表 拜登民调之持续创下 他当选来新低 另外就是说美国通膨持续创高 所以很简单 通膨越高的时候 美国的民众就越这个 都然 对对对 就会对拜登越不爽嘛 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说 我需要一个国外非常强大的敌人 让美国我们来同仇敌凯 一起针对这个万恶的俄罗斯 当我们把炮口对外对准的俄罗斯 跟普丁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看到自己国内通膨的问题 没有那么的严重的感受 对所以很简单去讲 就是说你看到拜登民调开始回升之后 我相信这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 就不是任何的问题了 所以这我觉得就是简单去看一下 拜登民调当作所谓的观察这种 政局变化的一个指标 那再来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一些所谓重要的一些 金价的一个报价 因为金价所代表的是所谓避险的一个商品 所以当黄金的价格 突破1900块美元以上的话 代表大家就不计价开始去抢买黄金 什么时候会抢买黄金 就是乱事嘛 你担心说这个货币贬值啊 担心专业的发生 所以后来不计价去追进黄金的动作 所以当你看到黄金的价格 往1900美元以上突破的时候 那这时候整个市场恐慌情绪很高 这时候你可能对股市的操作啊 风险资产什么虚拟货币啊 你就暂时不要进场去接刀子 连虚拟货币都不要 也不要 因为有可能就会接到掉下来的刀子 会越跌越低 但你看到整个黄金价格 从1900开始往下跌到1840美元 代表这些人开始觉得没有风险了 我敢在卖黄金 卖黄金干嘛 卖黄金当然是买股票 所以这时候整个行情就出现强力的反抬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1900当1840 当作多空的一个分水� 1900以上的话 你可能就不要过度做多 但到1840以下的话 你就可以放心来做多了 那再往下看另外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油价的部分 大家可以发现到最近油价走势也比较震荡 但目前在所谓布兰特原油的现货价格 已经突破100美元以上了 也代表说其实目前全球都担心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的话 这个原油供应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中断 所以这里就反映到因为油这个商品 它是全球商品里面交易额最大的一个商品 所以代表非常有非常非常多的资金 在这个油价上面做一些多空的一个博弈 所以当油价领先去突破100美元以上的话 代表市场资金认为说 可能俄罗斯乌克兰现在就是东部打起来 也许会打到整个乌克兰 甚至有可能会扩散到欧洲会不会 迈入到战火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推升整个油价100美元 甚至有人说120美元150美元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但反过来如果油价跌破90美元 就是往80美元就会靠拢 你看它下面的线土 其实目前油价MHC指标已经出现死亡交叉了 也代表说如果你现在很担心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事很紧张 但国际油价反而往下破底的话 那就代表说这个就是一个乌龙球 就是你会过度紧张 因为油市人跟你讲说 其实它的战事的范围 就算油打 它也是一个趋心的战争 所以油价如果跌破90美元以下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太悲观 去看什么俄罗斯乌克兰 真的每天这种消息飞来飞去 只要看价格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做法 好的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 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部分了 老师说会在2%到1.8%之间 我觉得就简单去把这两个数字 当做多空的一个观察 好 当整个利率冲到2%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联准会什么阴王出来说 什么7月份要升1% 有人说每次的利率决策会计都要升1 所以今年要升7 有人加码到8 有人加码到9 到处都在恐吓你说 今年的联准会会非常的阴派 但如果说这个利率开始往上攀高的话 那就代表说 市场第一个可能是反映到避险 另外一个也反映到联准会可能 他不管你的死活 就算俄罗斯书克兰开打 就算美股崩盘 全球股市崩盘 他还是执意要做升级的动作 那这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 你可能对科技股要做避开的情况 但是利率走高的话 金融股是有利的 所以金融股就是变成 你接下来的一个布局首选 但反过来如果利率往下1.9 1.8 1.7 一直跌破的话 那你可以想看看 今年的1月份到2月份 全球的重在区在科技股 那就代表说利率往下走跌 让科技股出现大跌的原因就不见了 所以这时候科技股就会变成 你接下来要布局的重心 所以很简单 往上冲破2 那科技股避开买金融 往下跌破1.8 金融股避开买科技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的方向 非常简单容易好记 不过老师刚刚说的对哦 科技股最近真的变成重灾区了 尤其看到美银美铃的调查 对美银美铃调查 我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相当有趣啊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蓝色的线 跟两个圈圈 两个圈圈的部分 在2022年的2月份调查可以看到 美银美铃调查这些进行人 配置科技股的一个所谓的比重 已经创下06年8月的新低 那06年8月是在这个红色D1C08 就是08年12月份之前那一根 有一个比较长的蓝色的 往下的一个柱状体 那你发现到为什么06年8月份 整个科技股会出现重压 就是因为06年8月份刚好是联准会 正式启动升息循环的那一个月份 所以在升息循环之前 这些所谓的一个经理人 就把科技股都卖光光了 但有趣的是那一根所谓的一个 06年8月的柱状体出来之后 后面连续几个月一路加码科技股 加码到波段新高 所以这也就代表说 如果说联准会真的在3月份升息 那升息之后反而我觉得科技股 会有一些回补的一个买盘 所以这时候刚配合到刚讲的 你现在看科技股跌的最重 但是如果接下来 俄罗斯乌克兰的事情开始淡化了 那美在地区又往下跌到1.8以下的话 科技股我觉得是接下来台股真的要强反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主轴 好的哇看了这个历史的线图 我就会觉得充满了信心啊 下面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老师呢 一直告诉大家的是筹码很重要哦 请避开逆事故 对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其实台股当中 有一个非常弱势的族群 就是被投信弃养的股票跌得非常的重啊 那当中我们帮大家整理的 就是投信最近连续在卖的股票 那另外他卖不是连卖以外 他最近卖的张数又非常多 我占他整个发行量很高的时候 代表说投信之前买很多 现在是不计价在杀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我觉得你要稍微做避开 比方向6138的茂达 投信只连卖三天而已 电源管理IC 对但他这三天里面卖了1672张 占他连续买卖的发行量 占了2.26% 代表他发行在外的股票 投信三天就到了2%出来 这种股价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走落 所以当中帮大家整理的像洪康顺德 新唐富彩 茂迪跟安吉 都是最近投信开始在高档到货股票 所以大家去追踪一下 就是手上十股 可能在最近行情叠得比较重的时候 如果连投信的筹码都松动 你真的想要进场去低接的时候 最少要等到投信开始不卖了 那我觉得低接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胜率 所以我们强势股要记得 那如果是股也要记得避开啊 很重要 下面呢这是看到是高档爆量的长黑 这个部分请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文业来做例子 对我们以文业举例 不是说文业已经出现翻空 文业其实我觉得他本业或获利都还蛮稳健的 但我们就就线润线来看 如果你手上股票类似文业这种线型的话 你要稍微做避开的动作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所谓绿色的水平线嘛 它标注出来是文业在这一波上涨过程里面 有一根非常长的长黑黑 下面伴随着大概三万多张的一个大量 所以当它的大量的低点 就是那一根一百块的一个大量低点 三万多张的大量低点 被跌破之后 你看文业在最近这个礼拜走势里面 它就开始出现盘跌的情况 所以也就代表说这种股票如果说 它在最近没有办法很快站回到 那一条水平的绿色线之上的话 上档就是重重的套牢反压 所以这种股票你可能就要暂时做一个避开 因为很多这种股票现金一旦出来之后 它就会接连跌破重要的支撑 所以文业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就是那一个所谓的绿色水平线 或月线的关卡 没有办法站回去的话 短线上来看 我觉得技术面还是有持续走弱的风险 好的那这些逆势股呢 我们要记得避开 但是有一些顺势而为的个股呢 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 老师帮大家精挑细选出来 这四档个股啊 我们也可以叫它是烽火加人股 在越是乱世的时候 它越有可能可以趁机突围而出 我们先看到是核润企业 对因为我们讲说现在的行情 就是在跌什么 跌不确定性嘛 你不确定俄罗斯乌克兰要不要开战 你不确定联准会接下来要不要升息 升得很快 但你可以买什么 你买确定方向的东西 什么东西确定方向 联准会不管升两码升一码 它今年一定会升息 台湾也是一定会升息 所以我们在农历封关那天 跟大家介绍过核润企业这家公司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它受惠到升息之后利差扩大 所以在今年来看的话 整个台湾车市也陆续复苏啊 像核代汽车说今年它的一个 旗下两个所谓品牌的车子销量 都有机会创下进行的新高 所以车子卖的越多 需要更多的车贷 利率涨的越多的时候 整个所谓的一个车贷利率也同步扩大 所以核润企业的一个线图 你看它的K线图 我们大概是在1月26号封关 当天跟大家讲的 那时候股价大概在105到106而已 到这段时间你看这段时间 台股是震荡往下 但核润企业一直到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盘中121.5历史 创了历史新高 历史的新高 超强的老师 所以看得到这个在过年前 然后它跌到一个 它也不算跌 也就是一个打底的动作 相对强势 对相对强势 过完年之后 它就一直直直往上 一直往直上冲啊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跟大家讲 你可以确定什么 确定会升息嘛 升息对它来讲 它的获利就会往上成长 所以这种确定性很高的公司 我觉得就是在现今段 你可以做它烽火家人 你可以顺势去操作的一个股票 我觉得都是 目前大家都可以留意到的标的 那第二档股票可以看到在这个加隆 加隆 这也是最近人家说战争当中 它就突围而出了 别人越战争它越涨价 对啊 因为这个俗话说 炮身一响黄金万粮 所以当战争来的时候 这种黄金这种避险商品 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讲嘛 1850块1900块美元 所以说更高的人看到2000块美元 真的往上冲的话 就会到所谓金价的上涨 一些相关什么费金属回收啊 黄金回收的股票 但我觉得就会水涨船高 因为本身他们有持有黄金的库存 所以就会有所谓利差扩大的情况 所以看到加隆 黄金从1800涨到1900 大概差不多才涨大概4到5个百分点 但加隆股价从这个17块涨到25.6 过去这个8个交易率 大概有5个涨停板 非常的可怕 就代表说 如果说在接下来 你真的预测到说 可能我们刚刚跟大家提了几个指标 你看到黄金价格冲高 你看到原油的价格冲到100美元以上 代表说乌克兰的战事 有扩散的风险 那这时候加隆股价 我觉得就还会继续往上推高 但反过来黄金开始下跌了 原油跌破90美元 那加隆可能就短线上 要先做停利出场的一个动作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长荣 老师货柜三雄该哭哭 他今天又大跌 今天礼拜二大跌 对礼拜二大跌 但你可以看到他在昨天 还是非常强劲的一个表现 股价是创了今年的新高 那甚至说快要挑战到之前 149元前波反弹的一个高点 从这一波其实我觉得 航运股的一个量价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相当有机会 因为它题材在哪 就是说去年获利非常的好 你看到长荣阳明万海 其实本益比都不到三倍 不到四倍 所以股价相对来看 我觉得是委屈 那重点再来说 这三家公司长荣阳明万海 元月份营州创造率是新高 所以法人预估说 二月份三月份都有机会 维持在获利的高峰期 所以像长荣有法人预估说 他一季就可以赚到17块到20块 所以代表今年的获利 没有比去年来的更差 那股价又委屈 殖利率又高 本益比又低 这时候就成为法人最爱的一个标的 所以刚看到今天外资 也大买了长荣 股价在今天跌破无路线之后 就留了一个长长长长长长的下影线 一线希望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简单这种股票 就看无路线关卡不破 今天盘中低点不跌破的话 都还有机会缓步往上电高 我觉得其实就航运股来看的话 它也是在这种不确定性里面 你确定的是职余很高 获利又不错的话 我觉得这种就是 跌时重时抗跌的好股票 OK好 下面一档呢 最后一档我们来看到的是威刚了 老师这应该跟你讲的 涨价题材有关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记忆体原本在预估 很多法人研究机构预估 第二季整个记忆体不含 D-REM Net-Flash No-Flash 第二季报价就会开始出现 跌生的反弹 整个趋势会出现反弹的形态 那加上说最近的一些 所谓日本什么凯霞 甚至说在整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战争里面 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记忆体的关键的材料 也会因为俄乌的战事 出现断裂的风险 所以这时候手上有 记忆体库存的公司 它就收回到涨价的一个利多 而且加上说 其实威刚在昨天的 它的一个所谓公司的高层说 今年要配5块钱的股利 所以100块的公司配5块的股利 在电子股里面有5%的殖利率 这我觉得就相当的一个难得 所以看到今天台股 其实很多股票都出现重挫 但威刚怎么样 今天盘中虽然说跌到 五日线的关卡 又熟稳五日线了 所以它的多方趋势 我觉得都还在延续 那目前其实投信 也持续在买超当中 所以我觉得 以这样的情况也就代表说 在这种烽火家人概念股里面 你要找的就是 确定它的涨价的趋势 确定法人再买它 确定它本业跟殖利率的题材 都能够得到市场的青睐 我觉得这种股票 都有机会是进可供额退可守的标的 而且真的老师很强 老师这根本就是过完年回来 也是逆势一直涨一直涨 完全都没有受到 国际局势影响的威刚 对啊 好 最后来看到这四档的分别是 核润企业加农以及长荣 跟威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我们也非常谢谢林汉伟分析师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 网友提问的部分 第一题先来看到富彩 富彩是不是被投信提早结账了 对 看起来算投信连续 好像16天的买超 但最近投信做的周期非常的短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在这个我们农历风光完之后 富彩曾经一度风光 第一个礼拜 对 冲到100块以上 但后面两个礼拜 连续跟你往下跌 就是因为 投信筹码开始松动嘛 之前 你看到从1月份到2月份开始跌之前 投信买了一缸子的股票 但他高档一决定换股操作的时候 股价也不流行 就出现破底的一个发展 所以可能就是说最近在投信买 可能连买的标的 你都要随时去注意一下 投信筹码一旦松动的话 我觉得可能股价就会比较委屈一点 嗯 下面一题呢 来看到的是很多网友都在问说 如果明天股价反弹应该卖吗 昨天大涨今天又大跌的 货柜三雄怎么救 我知道老师好像有独家的一些 关于货柜的看法 对不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对 我觉得货柜其实真的啦 你看到股价其实过去一月份的时候 台湾最弱的族群就是货柜三雄嘛 因为那时候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电子股的利空 货柜股跌最多 货柜股的利空 货柜股还是跌最多 但是你看农历完之后 我们讲变盘行情 货柜整个主的股性开始转变了 所以目前来看你看长荣的线图 今天打到五日线的关卡 刚跟大家讲了 有量有价有法人在买 所以我觉得整个货柜股 应该这边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是要留意到就是说 目前运价我没有看到明确上涨的趋势 今年是好几个礼拜下跌了 对 但是最近跌势开始在放缓当中 所以可能基本面有一点转机 像说这波整个货柜股往上涨 是因为低本益比跟高值率的题材 所以因为这种题材而涨了股票的时候 当然股价真的短样涨了10% 20%以上 就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 所以目前你说股价再往上去 要不要站在卖方 你就看一下前方的149真的说再更往上看 160块的一些反压区 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可能高档你适度该停利还是要停利的动作 好 所以呢下一档是离他的前高 131.5还有点遥远的阳明 对 长荣还比较逼近 这三档我觉得长荣是当中一个指标 因为他今年获利最好 而且他年总奖金发的最多 所以大家会说 他应该是对股东最大方便的公司 对 40个月 50个月 所以阳明当然我觉得他股价 你看他现行今天他是跌破了 这个季线月线都被 五日线都被跌破 跟这个长荣比较起来的话 他未先算起来 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他可能就要等待长荣股价 如果又再往不断高点挑战的话 可能阳明就有机会被带上来 另外然后万海也是一样 你看他现行 他但今天还比较好一点 他守在季线之上 但是五日线也被跌破 所以这三张股票里面我觉得指标就看长荣 弱势股的部分只要阳明不再往下破底的话 可能货柜股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啦 好看完了航海王 我们要来看的是航空了 长荣航今天强欸 虽然没有站回五日线 但是也没有续跌老师 怎么看在长荣航的部分 我觉得长荣航很简单 你去看一下他之前35.5 那个十字红K棒 是爆出了近期波段的最大量 我记得曾经 那成交量来到七十几万张 所以爆了大量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两天 它的低点是被跌破的 所以代表说之前七几万张 会成为短线上的压力带所在 所以如果股价没有办法 很快越过35.5的高点的话 我觉得短线来看 它会陷入到比较明显的整理 那整理期会多久 你就看一下 它下方的月线跟季线 还是黄金交叉嘛 所以如果说月线关卡 没有被跌破之前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整理回到月线 那后面再滚量的话 也许有机会再往前破高点做个挑战 好的 这是长荣航的部分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林汉伟老师 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话 在我们萤幕上面 有老师Lite跟TeraGun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老师真的是从 元宇宙航空航海到好多电子股 老师都是如数家珍 而且有超多丰富的经验 欢迎大家加入 跟老师来做交流 记得加入老师Lite跟TeraGun之后 先送一个贴图给他 同时如果你喜欢股市的草店的话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的首播 天气很冷 在家看股市的草店刚刚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